深夜是下午人 看到一辆小货车从画面中呼啸而过 先是骑到人行道上 再撞上电线杆 整辆车90度的翻覆之后才停下来 人有受伤啊 可是大概没有 看他上救护车是还可以坐起来 所以应该还好 事发在中正区正风街现场 看到两根电杆被撞在一块 地面上还看见破碎的挡风玻璃和车体零件 小货车司机 疑似因为精神恍惚 加上晚上视线不加 冲撞电线杆酿货 而这么一撞不止撞断的电线杆 更影响了 更影响 更影响周边20多户用电 影响的户数大概多少 大概10几20户吧 一个小时就对了 对对对 本所远景立即赶赴现场处理 经了解是营业用小货车 不胜市撞电线杆后 往右侧侧打翻覆 图信驾驶呼气 九经浓度 测试值为每公升0.00毫克 无酒驾情形 经送医治疗无明显外伤 已经出院 有关造势原因 需调查后再做进一步厘清 阵风街前端和中正路 原本是一车道 后来变成两车道 让许多驾驶人 猛踩油门加速 里长说 这里车祸已经不是第一次 个人观察是比较希望说改成一个车道 那再加一个机车专用道 那这样子的话车度变换车道的比例会少 然后竞速的情况会变少 那可能可以有效改善 然后机车 机车往往也没有办法有一个车道 那因为这边的路攀比较宽 那可以改成一个标准车道跟一个机车的专用道 还好被撞的两根电杆 只是倾斜没有倒下 没有酿成更大灾害 台电也赶紧派员抢修 只是这么一撞 小货车严重受损 电感也要修复 赔偿金额恐怕不小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